Money Mice! Money Mice!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來跟各位分享我的玩具啦 今天跟各位分享介紹的是作為一個 1993年由藍鳥公司Bloobus 所推出的一個 萬能麥斯大型場景系列的商品 那這次推出的這次這隻呢 是作為一個第二季的玩具 這隻是大家所熟知的 這隻金剛怪魔 金剛怪魔出自於萬能麥斯卡通的 最後倒數幾集裡面就是 由 岩漿魔王所操縱的那一款機器人 那當然 這一隻 跟你所看到的卡通裡面的造型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玩具他把它做的比較帥氣了 當然 確實玩具比較好看的 當然這一隻玩具你又可以跟你之前有購買這一款 岩漿怪魔這個可以一起 把玩 當然呢 這兩隻裡面所配置的 這款 岩漿魔王呢 是同一個角色 只是因為一個是 前期的作品跟後期的作品 那當然是這一款 岩漿怪魔的 岩漿怪魔這一款的一個 裡面附的這一款 岩漿魔王呢 才是屬於他卡通裡面的造型 那這一隻裡面呢 跟你卡通看到的不太一樣 我們當然 另外再介紹 OK 那沒得說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內容物 首先呢這隻因為他是大型場景 雖然可能在現在的 你這樣看呢 可能覺得這隻其實也不大隻 小小一個而已嘛 但是以當年的小朋友來說呢 那個小孩人的手來說呢 這一款其實是蠻大隻的 那拿在手上就像這樣子 這就是也是符合一個 口袋玩具的一個標準大小 雖然這玩意兒可能塞不進口袋裡面啦 但是呢 這隻真的是 真假不吵不吵 一定要從頭到尾要很仔細的跟各位介紹 當然這隻呢 就一個 外觀來說呢 就是一隻很帥氣的一個機器人 當然可以看到這 金剛怪魔的造型 這個眼睛 黃黃的黃色眼睛 配上他的一個 嘴巴 然後呢 很帥氣的這種 坑坑巴巴的石頭 中間這個紅紅的地方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岩漿 然後這一個 你會看到這邊有 從岩石這邊呢 會牽很多條這種導管 你看像這種頭部這邊呢 然後有那種管路 連通 然後把岩漿注入他的身體裡面的那種感覺 你看這邊 那設計師在特別設計的 像這種岩漿 有點那種為石道逆流 岩漿逆流流下來的那種流動的感覺 真的給他讚 身上這些石頭的紋路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設計師的用心 那當然 機器人呢 他這隻 他就是像這樣有點半蹲 就是類似那種爬獸那種感覺的做法 那一隻手呢 是這種有點夾子手的這種 然後另外一隻手是這種石頭 然後他本身是可以做 他有一個彈射裝置 如果你在把玩的時候呢 你可以使用這個彈射裝置 這隻真的是 用了很多的彈射東西啦 等一下會跟各位再介紹 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呢 在前面這個石頭的地方呢 就會從這個手上彈出去 那先跟各位講一下 他這個彈射力道真的很強 打到眼睛真的也扯眉的那一種 所以不要隨便亂對 你的小朋友彈射 然後當然這隻手就是夾子嘛 然後呢 萬能麥斯最特別的是呢 他的外殼呢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擬太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內洞天 這隻也是一樣 當然這隻你也可以把萬能麥斯本身拿出來跟 之前所介紹過這種 金剛大戰系列的類似的東西一起把玩 他就有點像 金剛 金剛大戰那種概念啦 本身外面就是一個 一個主要的魔王角色 當然好繼續各位看他的細節 我會發現身上有很多這種 石頭拼湊起來的 然後旁邊有那種機械的東西 那可以更凸顯他就是一個機器人 那從後面看呢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一個 就是那類似那種機器人那種 排熱的那種散風口 然後這個地方呢 真的他就是作為一個樓空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 稍微打個燈呢 是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然後這邊這個 有一個破損的地方呢 會跑出這種岩漿 岩漿來的這一塊呢 這個呢當然 他就是一個裡面的一個 小配件的一個擬態 等他打開就跟各位介紹 那當然呢就這個玩具本身 這隻金剛怪魔的這個人形 這個本身呢 他的可動性呢 這邊本身有搭載一個旋轉關節 所以他可以旋轉 那當然閃過手的零件呢 大概也365度沒有問題 那爪子可以活動 這隻也是可以365度沒有問題 這個地方可以彈射 那金剛怪魔的腳呢 這邊有一個關節 是可以做到一個前後踢腿的 也是非常的不錯 所以本身這一隻 就算擺在架子上很漂亮 那本身這樣拿起來 這樣也可以 倒來倒去這樣子玩 比之前的那種口袋場景 那種終極魔戒來說呢 這個可玩度又上升了 最少兩個檔次 OK 講那麼多廢話 那我們直接進入他的一個 玩具的內容物 直接開啟內洞天 當然這隻開啟的部分呢 他有很多很多 我們一個一個介紹 那首先呢 你要把這整隻打開之前呢 你後面這邊有個鉤子 你一定要先把這個頭部向上翻 像這樣把它向上翻 把這個鉤子解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整個玩具 打開 那這隻的開啟方式呢 做一個前後開的 當然 我們先從 後面這邊開始 後面這邊開啟之後呢 裡面整個內容物 你會看到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把鏡頭調低一點 然後跟各位 再仔細的跟各位講 這隻呢 你從這時候看到呢 裡面的內容物 就會像這個樣子 打開之後呢 他的內洞天 你會看到一些很密密麻麻的 一些機械細節 然後跟這個很漂亮的這個 有點像就是我剛前面跟各位講 這種巨岩漿的那種管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機械式的一個 類似那種發射器的東西 大家會跟各位再講 然後這邊呢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這裡有一個像樓梯的東西 一個階梯 然後連接到他後面這一塊 然後這邊呢 會看到有一個很大的這個可以開起來的東西 這邊呢 從後面這裡 有一個小小的 按的地方 你稍微按下去之後呢 這個機關是可以像這樣打開的 那會發現裡面就會看 關著 這一次的主角 萬能麥斯 那這一隻因為他是大型場景系列 而且是第二季的賞品 所以裡面會有附上像這一個 智者維吉 他跟第一集 第一集 第一季裡面看到那一隻 骷髏三呢 比較起來呢 他就少了這個智者維吉 跟戰神諾門 從第二季開始就有這兩個角色 那當然呢 智者維吉這個角色呢 在劇中呢 他最後 最後的那一集裡面 他似乎有一點類似 黑化的 出賣了麥斯的感覺 當然呢 實際的卡通其實我也忘光光的 不知道內容在演什麼 反正最後 這個是在劇中 他是扮演著一個 非常聰明的角色 但是他的戰力幾乎是零 當然玩具呢 塗裝就是早期的美式玩具的塗裝 當然 沒有辦法塗得很精緻啦 不過也看得出來就是一個 眉毛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眼鏡的塗裝在這邊 鼻子的地方有眼鏡的塗裝 然後兩條像鬍子的東西 然後拿著一根拐杖 然後後面就是他的辮子 然後穿著一個類似那種修道式的道袍 阿捏 非常的細緻 然後麥斯呢 就是第二季開始的那種 長大人麥斯 不是第一季那種小小的麥斯 那每一隻麥斯呢 附的 基本上每一個國家所附的麥斯的版本 都不太一樣 我這次拿到的裡面是有像這樣一個 這不是拿按摩棒 這不是懶炮 這是一個彈弓 一開始不知道人會以為他拿一隻按摩棒在手上要幹嘛 其實不是那是一個彈弓 然後前面有一個大大的M的標誌 然後就是一件很標準的帽T 白色T恤 然後穿著他的一個球鞋 阿捏 那臉呢 表情就是一個很標準的美國小孩子的那個 樣子 然後紅色的一個 棒球帽 Made in Taiwan的棒球帽 阿捏 那繼續 這邊呢 剛剛後面看到這個機關的部分 這個機關的部分 剛剛跟各位說了 從外面看呢 這個散熱器的地方呢 剛好就對應到這個裡面 它是鏤空的 這邊可以做到一個鏤空的效果 旁邊這個岩漿爆開的地方呢 這個內洞天這邊擬開的地方 它剛好這邊可以把它放出來 它就是一個 裡面附的一個岩漿怪 岩漿怪模 還有一個小怪模 岩漿怪模 各位看一下 我們鏡頭調整一下 讓它看得比較細緻的 那裡面看到就像這樣子一個岩漿角色 那這個岩漿呢 它本身你看它像這樣子 有點像是前面有風在吹 然後它整個是 有一個向後流動的那種流動感 然後呢 臉部的刻畫也算是非常的漂亮 身上有些 就是因為溫度的關係 有些不同的溫度 然後造成它身上有不同的顏色這種 那當然呢 顏色越紅呢 就是溫度越高 然後再來就黃色 黃色就是溫度稍微低一點 然後再黑色 黑色是溫度最低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配色 那這個角色它是可以確實的藏在它的一個 這個地方 那這個拿起來之後呢 這邊就變成一個空洞了 這個角色呢 是可以確實塞在這個裡面的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那這邊你會發現 它的 就算整個底面的地方呢 這支當然它沒有分所謂的天跟地的啦 它整個就是一個場景 那這個地方呢 整個場景 踏台的地方 你會發現這邊還是有很多那種 石頭的刻畫 跟一些它的一個 標配這種骷髏頭 還有它使用的少部分的這種貼紙 這貼紙就像是那種 儀表版的那種感覺 上面有一個溫度 然後這個壓力計 然後很多的按鈕 然後可以調整溫控啊 什麼鬼的 阿捏 所以這個地方 光這個背面呢 其實就真的很漂亮 先蓋在這邊 然後從這邊繼續往前延伸 這邊這個管子的地方呢 在做一個大型場景打開的時候呢 這個管子其實你是可以把它向上拉起來 放到這個位置 它本身有一個還不錯的保持力 它可以像這樣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之後呢 我們把鏡頭稍微拉高一點點 噔噔 這樣 它放在這裡呢 這邊呢你可以 它就變成一個 在場景時候的一個踏台的部分 噢這邊你可以把你的怪獸拉 放在這個踏台上 或是你的麥絲 走走走走走走到這個踏台上那種感覺 有點像是這種 就是麥絲在一個走投入路的情況 走到踏台上面 然後被怪物這樣追著跑 沿著管路這樣追著跑 這樣 然後抓它那種感覺 這個本身它就變成一個在 這個角色裡面的一個場景 它的保持力是非常的好的 然後呢不會因為這個地方 它這裡你會看到它這邊也是一個像非常漂亮的一些細節 那這些細節呢 它也是很刻意的除了這個管子之外 你看這邊 它就是一個例 就是一個真的一個可以踩的那種類似那種 人孔蓋啊 水溝蓋那種 這怎麼講不是水溝蓋 各位看過那個魔鬼終結者最後在那個工廠 那個熔爐工廠裡面的那種類似那種鐵的 然後一層一層的那種可以讓你踩的地方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非常的細緻 他不會因為只是小小的東西 然後就把他的細節都錯過掉了 不會 然後還是有一些少量的這種金屬色的那種銀色塗裝 稍微點綴一下 所以還蠻好看的 OK 然後呢前面打開後面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繞到前面來 那當然在前面呢作為一個金剛怪魔本身的頭部的這個地方 他本身也是一個 場景 各位看一下 這邊嘴巴的地方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本身裡面它就是一個非常漂亮那種類似石頭 石頭骷髏的那種骷髏的那種場景 然後這邊前面有一個 可以放脈絲的地方 你的脈絲可以踩在這個上面 從上這樣俯看整個地圖 這邊是可以踩著 當然怪物呢也可以放在這邊跟著一起玩 然後把他包圍 最後他沒有無路可逃那種感覺 麥斯要憑藉他的智慧 從哪裡逃 把他逃走 這樣 這邊本身它就是一個場景 那鏡頭上面看 這裡就是它把它做成像一個 山洞的那種感覺 裡面也是一個岩石的一個牆面 它不會因為這個四方式牆面 你看不到它就沒有做細節 其實是有的還是有 這樣 非常的美麗 然後呢 這隻本身呢 前面這邊呢 當然打開 打開前面之後呢 印入眼鏈的就是這一次的 這隻 金剛怪魔的一個魔王 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強調的那個 熔岩 熔岩 這個岩漿魔王 就長這個樣子 當然呢 在各位在卡通裡面看到岩漿魔王呢 比較接近於 這一個造型 等一下這個造型 各位看到岩漿魔王是比較接近這個造型 而不是呢 這一隻裡面配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把它拿出來 幹 而不是這一隻裡面配的這種造型 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 兩隻岩漿魔王 鏡頭調下 當然呢 這一隻的岩漿魔王是長這個樣子 這隻是長這個樣子 當然比較接近卡通的造型是這一隻 這隻是附在岩漿怪魔裡面的 當然它兩隻是同一個東西 你也不用懷疑 兩個都是同一個角色 只是時期不一樣 所以詮釋的感覺不一樣 這一隻呢 你會發現它裡面 上半身這邊這個岩石構成的地方呢 你會發現它有胸肌啊 然後脖子有一圈像佛珠的東西 這個其實有點類似它的鬍子啦 然後另外一隻手呢 就像是有岩漿跟岩石構成的一個 類似大翱的東西 這個是一般普通的手 這是大翱 然後下半身的部分呢 就是像這種岩漿噴起來的那種感覺 各位看岩漿噴起來的感覺 那好不好看就看個人啦 當然呢 卡通的造型呢 就比較接近這個樣子 帶著一個像是埃及法老王的那種頭盔 然後墊尖 然後身體就是岩漿跟岩石構成這樣子 OK 然後繼續往前面看齁 那當然它前面這邊呢 你會發現這一次前面的場景這裡呢 打開之後呢 這邊就是主要做為一個 岩漿魔王的一個 控制台齁 中控台這邊 然後旁邊這邊你會發現有一些 就是像那種石頭階梯啦 一些刻畫 前面有一些很漂亮的機械細節 然後當然這一個 控制台的部分呢 它可以像這樣從這裡分離 變成一個有點像飛空艇的東西 這也是一個很酷的創意啊 然後你的岩漿魔王呢 就可以像踩在這個 駕駛座上面 然後像這樣飛空艇這樣飛起來 然後追擊麥斯 後面有兩個類似那種 噴射的那種噴射的口 一些細節的刻畫 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 好看啊 那這邊也是一個岩漿的那種流動的感覺 完全切合這一次這隻的主題 那你把這個拿起來之後呢 它不會因為拿起來之後 裡面就變得空空的 也不會齁 這邊你會發現 它裡面也刻了非常多漂亮的細節 像這個東西 就很像是那種 工廠的那種地方 這邊有一個類似那種逃生口啊 或是一些那個 維修洞那種感覺 的一個刻畫 然後這邊呢 一樣有一張貼紙點綴就是 好像是那種什麼 壓力計啊 按鈕什麼的 巴拉巴拉巴拉 旁邊呢 又有一個可以讓麥斯 站的一個立足點 那當然你也可以從 你可以讓麥斯站在這裡 然後這邊地上有很多 像這種的岩漿噴發拉 然後跟一些機械的細節 真的是感到讚 然後呢這個場景呢 從後到前呢 都是連通的 你會發現 它就整個貫通的 這邊 你可以直接延續到這個地方 這樣一整個透視過去呢 整個場景就變得非常的廣闊 然後呢 那在一開始做為機器人 形態下那個眼睛的部分呢 在這個內洞天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變成像這種 射擊用的那種武器 這邊本身是可以左右旋轉的 然後這個眼睛的地方 就會變成它的炮彈 然後炮彈呢 是真的確實可以發射的 這邊 這個黃色的地方呢 從後面這裡給它點下去之後呢 這個飛彈也是可以抓出去的 那再次跟各位強調 它射出去的力道非常的強 射到眼睛會瞎掉 所以千萬要小心 那當然呢 整個身體的部分呢 已經玩到讓你 鬆得不吵不吵了 那我們接下來玩它的四肢 它不是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這個地方 手的這個 這一隻手的地方呢 這邊你會看到有一個卡扣 這個卡扣呢 本身它也是可以打開的 這裡打開之後呢 它裡面這一隻 它的手部的地方拿出來呢 就會變成一個有點像是那種 岩漿跟機械一起 構築而成的一隻怪獸 看到這邊就在怪獸的嘴巴眼睛 然後有點像犀牛的犀牛腳 有沒有 這邊一些機械細節 然後怪獸的這個地方呢 尾巴的地方也是可以活動的 像這樣變成一個熬的地方 然後這上面呢 也有做一個賣絲 可以駕駛的一個駕駛座 所以全部裡面的東西都在幫賣絲 你看骷髏魔王 骷髏魔王有多 這個岩漿魔王有多可憐 這個岩漿魔王有多可憐 然後麥斯一樣可以站在這個上面 跟岩漿魔王做一個對決 啪啪啪啪啪 很讚 這樣 然後一些細節真的是刻畫到 爭得不吵不吵 那當然你把怪獸拿出來之後呢 本身這個手臂的這個地方 你調整好角度之後呢 它這裡又會變成一個空間 這邊本身就是一個空間 然後裡面呢 從這個牆面的地方看 你還是看到一些 設計師做出來的那些機械的細節 告訴你 它就是一個由機器 有一些機械跟 岩漿還有那個 石頭構築了成的一個機器人 很厲害 一個很大的齒輪 然後一些密密麻麻的管路 然後這一邊呢 裡面就是一些岩石啊 然後跟骷髏頭一些 很漂亮的一個 類似山洞裡面的那種成分 真的讚 然後另外一邊這邊呢 就是附的這個彈射功能的 這隻手這邊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很漂亮的那樣機械 這裡一樣可以打開 那打開之後呢 這邊 你一樣可以把這個彈射器拿出來 等一下我們再來介紹它 那彈射器拿出來之後呢 一樣手臂這地方調整一下角度 有看到嗎 這裡一樣有很漂亮的機械細節 然後呢 這邊跟這邊呢 它本身是有一點點些微的不同的 並不是使用同一個模具喔 當然它不是這樣直接做近射 是兩邊都是新規的 這邊一樣有一個很大的齒輪連接一些皮帶 然後跟散熱器 然後跟一些電線 但它這邊就很明顯的跟這裡 就是不一樣 然後呢 連過來之後呢 這邊這個地方呢 它就變成一個基座 可以讓你的角色放在這個基座上面一起玩 像這個樣子 任何的當然是麥斯啦 或是智者都可以放在這個基座上面玩 然後基座上面呢 一樣有一個平台 然後跟齒輪 還有一些電線 很漂亮的一些電線 這邊打開 整個上面就這麽漂亮了 如果你以為到這邊就結束了 你就錯了 兩個腿部呢 一樣它有開啟的功能 這邊腳呢 我們先從這邊這隻腳打開 打開之後呢 我們家的一個 這次的武力擔當 戰神諾門 就藏在它的一個左腳裡面 左腳打開之後呢 這邊你還是會看到這邊有一些立足點 跟一些石頭 然後一些鏤空的刻畫 裡面一樣 它不會因為這裡面是 放就是一些放角色的東西 它就變得比較空洞 不會 裡面呢一樣有一些很漂亮的機械細節 搭配岩石 剛才這邊像一個山洞一樣 然後裡面有一些 塗裝的是一些機械的一個內構 然後你的 諾門 戰神諾門 在這一款裡面呢 這是一個普通標配的戰神諾門 裡面就會附上像這樣戰神 當然這個角色呢 跟同期的麥斯比較起來 它確實就是大上的一大號 當然就跟劇中你看到的麥斯跟 諾門的那種size呢 是差不多的 一個大小比起來 就是小孩跟大人 然後呢 這款諾門呢 有招牌性的 它那個圍巾人的那種鬍子 然後呢 跟它的一個馬尾 後面背著一把 它的一個劍 然後呢 這邊手呢就是有點像 纏上繃帶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然後這是它的墊尖 然後護甲 腰上的鐵鏈啊 什麼巴拉巴拉巴拉的 跟足了它在劇中的造型 真的是非常的還原 當然 以這種小比例的玩具 這麼小一隻 當然 以這個早年 1993年的品質 你就不要去奢望它 會有多漂亮的塗裝 當然呢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 塗裝技術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它重新塗成 你心中的那種很帥氣的 諾門 OK 那當然呢 這隻腳打開之後呢 另外一邊也是可以打開的 兩邊都可以打開 那這隻打開呢 裡面隱藏著一個 我們這一次 的一個 作為整個金剛怪魔的一個 速度擔當 速度角色擔當 這裡打開之後呢 你會發現裡面就卡著一個 這一款 摩托車終結者 當然它不是終結者啦 Auto bike岩漿 岩漿怪魔 這個真的是很酷 那打開裡面呢 一樣跟左邊跟右邊呢 是一樣有一些細節刻畫的 那當然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這邊跟這裡的 兩個細節是不一樣的 你仔細看就會發現 兩邊的東西是不太相同的 那基座的地方也是 完全重新設計的 是不一樣的東西 絕對不是這個零件禁設 也不是這個零件直接沿用 完全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那裡面呢 有一隻像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摩托車 騎著摩托車的岩漿 岩漿怪魔 當然 騎著摩托車的感覺 你們自己去 議會啦 就是一坨岩漿卡在摩托車上 然後摩托車還是用這種履帶的 所以可以上山下海 那是履帶的 可以上山下海 然後當然 細節的刻畫呢 也算是非常的漂亮啦 光是這一隻 當然介紹到這裡 等一下喔 鏡頭調一下 介紹到這裡 光是這一隻呢 裡面就有這麼多這麼多的一個附件 各位看一下 真的是只有讚而已 對了 那當然另外一隻手臂的地方 拿起來之後呢 這一隻手臂呢 就是作為這種噴射擔當的這種武器 當然它拿出來之後呢 本身它就是一個可以放在平台上面的一個類似 場景的東西啦 它也不算什麼戰車啦 就是一個場景 然後按下去呢 一樣可以發射子彈 你可以放在這個場景的任意一個地方 就變成像是一個衍生出來的東西這樣子 那光這一隻 各位看一下 光這麼小一隻金剛怪魔裡面呢 就有塞進去了這麼多這麼多的一個配件 各位看一下這個配件的含量真的是嚇死人齁 有子彈 有噴射器 有怪物 有戰神諾門 有智者危機 有麥斯 有骷髏魔王 有blahblah一堆小兵 光裡面就這麼多了 然後開起來之後呢 整個場景坦開之後呢 就像你們看到的這樣子 整個整個整個都是它的一個場景的內洞天 整個都是 所以呢這個東西在當年啦 我記得我那時候小時候 我一個鄰居 不是鄰居啦 住在我們社區附近的一個小朋友 他爸爸就買了這一隻跟 二郎星飛船給他 當時有這一隻跟二郎星飛船的小孩子 已經在下午已經找到的變鬼了 你知道嗎 這真的是很厲害 那當然 如果有喜歡萬能麥斯的朋友啦 這一隻金剛怪魔如果要做成是你 買萬能麥斯的入門的話呢 當然他非常的推薦 因為現在金剛怪魔的價格啦 說真的並不算太高 然後加上它整個可玩性呢 又是你 我之前介紹過的那些 終極魔戒 就是口袋系那種 真的是一個主題 一顆東西造型 那個終極魔戒比起來 這個可玩性絕對是 double double再double 你看光這麼多地方可以開 這麼多地方可以爬 這麼多地方可以玩 這麼多地方可以塞 就值回票價了 金的只有讚 好 那我再講廢話的時候 慢慢慢慢再把它塞回去啦 OK 那今天呢 這一隻金剛怪魔 就介紹到這裡了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啦 當然萬能麥斯這種東西 真的是要看客群啦 我像我這種年紀的小朋友啦 多多少少應該看過他的卡通 那結局來說啦 他萬能麥斯的結局呢 在當時的 卡通的思維來說也算是很創意啦 因為他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就是時光回溯這個東西 各位如果有看過萬能麥斯最後一集的話呢 就知道最後一集呢 其實 骷髏魔王已經把棒球帽 確實從麥斯的手上拿走了 那拿走之後呢 本來已經快要征服世界了 那麥斯最後呢 又用技把 就是整個 骷髏 把骷髏帽搶回來之後呢 然後把整個時光都回溯到 在他還沒有 拿到 骷髏 拿到那個棒球帽之前的時間點 那當然他在摔破 那個雕像的同時呢 又進入新的一輪的冒險 那當然呢 這時候麥斯 在前面已經經過 經歷過了所有的冒險 那第二輪冒險 就有點像是你在打RPG 第一輪已經練到 第一輪打完破關之後 你練到99級了 後面再打那些小色 根本對你來說就是剃牙縫的 不管再怎麽魔王 都是剃牙縫的 已經逆天了 這個叫做就是 有點像是 怎麽講 作弊了啦 當然結局就是這樣子 你們有興趣可以再去仔細看 把這部卡通看完 OK 那今天呢 萬人麥斯就是要到這裏了 不知道各位覺得喜不喜歡 高不高興 如果覺得還不錯的話呢 就幫我點個讚 然後分享轉發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萬人麥斯這個東西 那如果覺得我介紹的 乾他賽勒 當然就點個這樣子就好了 隨便啦你們高興 反正現在乾他賽我也看不到啊 那個YouTube的保護機制 那我看不 當然啦對這支玩具 還有什麽其他的問題呢 下面都可以幫我留言 我們來做一個QA 那當然 那當然 也不要問到價格啦 現在怎麽樣了 因為在我介紹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的價格是這樣子 說不定在過幾年之後 他的價錢又不太一樣 或者是你拿到的價錢 跟我現在拿到的又不一樣 所以就不要問到價錢了 好不好 OK齁那當然 恩 就到這裏啦 其他就不囉嗦了啦 那謝謝各位 對我的支持啦 新年快樂 到啦